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军台湾plus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一下一个 十四话题就是 今天凌晨 台湾时间凌晨 美国联准会召开了利率会议 有了声明出来 政策的决定出来 那么这一次的利率会议没有调动利率 没有去改变利率 然后市场也这么期待 但是大家在看的是 下一次的会议九月中旬 那个会议是不是要开始第一次来降息 这才是核心问题 这一次会议本身不是问题 那么对于九月降息的话 那么我们来讲出正面跟反面的因素 供投资人来做参考 就是说联准会这一次降息 首先来讲 这一次降息跟以前的降息不一样 以前的降息包括2001年 网络泡沫破掉那个时候的降息 以及2007年次级房贷风暴 2008年联曼兄弟破产那个金融海啸 那个时候的降息 这两次重大的降息循环 都是因为金融领域出状况 要么股市出现大崩盘泡沫破掉 要么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破掉 造成这个金融领域出状况 那么联准会的政策目标 除了官方公布的两个之外 就是物价稳定与就业最大化 除了这两个官方定的目标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政策目标 就是追求金融稳定 也就或者说再具体一点讲 要避免要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 要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 所以金融领域出状况的时候 联准会降息 他的降息不是因为经济要陷入衰退 经济还没有陷入衰退 也不是因为通膨数据放慢 不是他的考虑点 所以升息是为了对抗通膨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降息是为了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 要追求金融稳定 不是因为事业率上升 他就降息 不是因为实体经济的什么问题 他要包括GDP成长率放慢 还是通膨数据有放慢 所以他降息 不是 其实不是 他降息的主要动机 他要制造宽松 然后他要应对金融领域出状况 他要避免系统性风险 这样来的 所以我说这是第一个命题 就是升息跟降息逻辑不一样 升息是因为通膨数据走高 要对抗通膨 可是降息不见得就是因为通膨数据慢下来 有比较好的表现就来降息不见得 然后呢 我再讲 这一次降息跟以前降息不一样 以前的降息是要宽松 这一次降息不是宽松 请搞清楚 降息之后仍然是货币紧缩 好 我们先解释一下 联准会用升息就是货币紧缩 来对抗通膨 之前 反过来讲 之前的量化宽松 零利率更加量化宽松 就是对付通货紧缩来的 通缩来的 那么现在实体经济过热有通膨 所以为了对抗通膨 转程升息跟货币紧缩 包括那个 卖掉一些资产 处理降低一些资产部位 叫做量化紧缩 把一些资产部位整个降下来 这些都是货币紧缩 那货币紧缩呢 它的一个标准 或者它要操作上的一个目标 是让基准利率 就是联准会控制的那个利率 叫做基准利率 比通膨率 或比通膨数据高 两个百分点至少 大家听清楚这个 就是我的货币紧缩 至少第一个阶段 如果不行 以后再展开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追上通膨率之后 还要超过通膨率两个百分点 让至少两个百分点 可以是百分之2.3 2.5都可以 至少两个百分点 来形成一种紧缩的那个效果 然后用这样来让实体经济降温 来让通膨降下来 这样ok吧 那这个两个百分点算是经验法则 先这样试试看 不行的话 那就超过四个百分点 五个百分点都可以 上次大通膨年代的时候 对不对 利率到百分之二十 通膨率最高到百分之14.98 所以利率比通膨率超过五个百分点 那我们现在是对抗通膨的时候 先让这个紧缩 就是利率超过通膨率两个百分点 就是说 起码要做到先这样子 万一通膨不行 恶化 那可能就再加 那利率减去通膨率 这个叫超过的部分 学理上有个名字叫做实质利率 就是说实质就是考虑到购买力以后 考虑到通膨的那个冲击以后 实质上的利率是多少 比如说我收到的利率假设是百分之五 通膨是百分之三 那就说我一年后 我拿回我的本金利息 这个百分之五的那个利息里面 我的购买力损失了百分之三 所以百分之五的利率 减掉百分之三的通膨率的话 我实际上的利率是百分之二 就是实质利率是这个概念 那实质利率至少百分之二或以上 那么在这种对抗通膨的时代 现在还在对抗通膨 对抗通膨的时代 货币紧说需要的是让实质利率 就是利率超过通膨率 有至少两个百分点 用这样来紧说看看 看看效果够不够 这样子来 那么这两个百分点联准会用的通膨数据 是核心的PCE PCE这个数据是每个月的月底 几乎到最后一个礼拜才公布上个月的 那每个月的上旬 这个CPI这个数据 另外一个通膨数据就公布了 所以人们就可以开始来讨论通膨的情势 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等等 可是到了月底 快要这个月都快要结束了 才会公布上个月的PCE这个通膨数据 而联准会引用的是后面这个PCE这个数据 而且是去除能源跟食物之后的 叫做核心PCE这个数据 那核心PCE这个数据 还有整体PCE这个数据 目前在2.5%到2.6%这个地带 好那你就算一下 利率目前在5.25%到5.50%这个区间 平均值叫做5.33% 那如果要维持两个百分点的话 通膨率至少要在3.33%以下 那么目前的核心PCE在2.5%2.6%这个地带 所以理论上确实有降息空间 甚至于可以降到两码 那但是联准会比较谨慎 第一个他一直在延长这个延后降息的时间 而且降息的话也不会像市场有些乐观派认为 九月的时候会降两码 不会 那为什么 就是说联准会在这里要先说明一下 降息这件事情 宁可晚而不要早 太早降息后面的后遗症一旦真的来的话 那恍而很难处理 因为之前在对抗通膨的时候 50年前那个大通膨的年代 联准会确实有应社会要求降息 降到最后通膨恍而起来 然后再创新高 然后地率只好再升上去 升上去以后看看情况可能好一点了吧 又降息 降息的结果通膨又卷土重来 如此这般搞了两次以后 最后联准会就不管了 不再降息 所以降息太早有可能带来通膨的卷土重来 然后呢 让打通膨这件事情前功尽弃 只好重新来 那何必呢 所以联准会记取这个教训 50年前大通膨那个年代 1970年代那个大通膨的教训 直接影响到今天的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思考 所以联准会宁可晚一点 就是确认通膨被打死了 通膨解决了 这个时候来降息 比较放心 所以早先联准会就说过 宁可过度紧缩也不要紧缩不足 宁可晚一点降息 就是过早降息是不适当的 这些都是官方的那个立场的表达 所以你看这一次联准会 他即使已经不再升息 他的降息也一直在延后延后 在观察观察 他还中间还一度说 他的信心有点下降 就是他对通膨持续下行 持续走低到百分之二 像百分之二这个目标靠近 这个信心中间有一度下跌 大概五月六月那个时候有点下跌 那么这一次的话有可能信心比较好一点 因为最新的一些通膨数据 显示从CPI到PCE 显示通膨都有稍微放慢 稍微降下来 起码不再拉高了 这个也算是一点点好消息 好总而言之 再讲回来 联准会还是在维持货币紧缩 现在的降息是降完了之后 利率还是对通膨率 保持两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 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货币紧缩 然后联准会让他跑跑看 看看效果出来以后怎么样 再来决定是要增加还是减少 这个利率差距 就是利率对通膨率的差距 叫做实质利率这样子 那至少两个百分点嘛 对不对 那么现在利率是百分 平均值是百分之五点三三 那两个百分点的话 就是通膨要降到 百分之三点三三以下 那么目前以PCE来讲 最新的数据在百分之二点五二点六 这个微小的空间里面 那么坦白讲就是符合降息 而且可能可以降两码 到年底来看看会不会这样 那九月份的话应该是先降一码 那么目前看起来九月份降息的时机 确实成熟 好 那么降息会有一些其他的考虑 首先 九月份离十一月五号的大选太近 所以呢 这个时候坦白讲 并不适合联准会去做出一些大动作 那会被人家 比如说共和党就在讲说 你这个时候降息是不是在帮民主党助选 万一共和党当选的话 肯定要找你算账之类的 就是说联准会避免在大选前去做什么 政策上的那个大动作 免得被人家说是卷入政治上的那个 这个选举 介入这个大选之类的 那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大选 纯粹就货币政策考虑 的确九月已经有降息的条件 因为最近这两次这个利率会议期间的通膨数据 的确有恢复这个下行的这个情况 继续往下跌的情况 因为之前从去年七月到这个 今年六月的数据 通膨都是横盘降不下来 那最新的数据有点又靠近了这个边缘 有点降下来 是这样子 所以呢 对联准会来讲 第一个九月降息容易被卷入这个大选的 这个政治的这个选窝里面 理论上他应该避免 就是说他可以等十二月 再来降息 不需要赶着九月 等大选过后再来降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一旦大选太军 会被别人说成有政治操作的嫌疑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从现在到九月你看 八月初会有CPI的数据 九月初会有八月份的CPI数据 所以CPI还有两个月的数据要出来 然后八月下旬还会有七月份的 PCE这个数据出来 那所以呢 联准会还有一些经济数据要看 那万一这两个 这个八月九月的这些数据出来的数据 要是对通膨不利的话 那么联准会也不敢打包票 九月就一定会降息 因为联准会必须有足够的信心 确认通膨数据终于跌破这个重要关卡的百分之三 先向百分之二点五 再来向百分之二点零来靠近 联准会必须确认通膨应该是差不多了 被算是被干掉了 那这个时候来降息 如果还在那边只是通膨还撑在百分之三以上的话 坦白讲降息不太有道理 而且万一将来通膨卷土重来你怎么办 你那个时候涨回去不是办法 等于是不但自打耳光 而且后面搞不好还要架得更多 所以联准会一直在担心 一直在提防通膨卷土重来 因为通膨降不下去盘很久 在百分之三点零到百分之三点七 三点七有一次 应该说三点五之间这个地带一直横盘了 好几个月去年下半年就六个月 今年上半年也六个月 大概盘了快一年了 降不下去 没有办法降 以CPI来讲没有办法跌破百分之三点零 那以PC核心PC来讲是有跌破百分之三点零 但是在百分之二点五二点六 一度从二点七二点八这样慢慢降下来 那总而言之起码已经确认它降在百分之三以下 虽然还在百分之二点五以上 但是起码联准会有降息空间 然后注意 这样的降息是从过度紧缩降成正常紧缩 也就是说降息之后货币政策还是紧缩的 这跟以前降息不一样 所以我这一直强调 这一次的降息是因为顺应通膨数据的下跌 这里的通膨数据引用联准会用的就是核心PC 这个数据在下跌 所以联准会即使降息了不等于在搞宽松 而是继续保持货币紧缩 因为要彻底完成对抗通膨一定是把通膨打死 那万一通膨一直降不下来到最后真的没别的办法的话 那就只剩一招 就是让经济衰退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从1971年8月15号 美国让美元跟黄金脱钩以来 所有历次的经济衰退 之后都看到通膨数据的大幅下跌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到通膨数据的大幅下跌 而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那么至少还有一招 就是让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之后通膨数据会大幅下跌 大幅拉回 当然联准会现在的表态是说 可以实现软着陆 就是说不用经济衰退 也可以把通膨打下来 如果要靠经济衰退 或者需要经济衰退来把通膨打下来 为实体经济降温的话 这叫硬着陆 这种情况叫硬着陆 那么目前联准会有信心他可以实现软着陆 就是不用经济衰退 就能够把通膨给拉下来 解决通膨 就这样子 所以呢 联准会的降息 他降息之后仍然保持紧缩 然后他避免太早降息 他要衡量可能的风险 就是通膨的卷土重来 然后他还有一些数据可以看 所以呢 如果八月上旬九月上旬的CPI能够继续下跌 那联准会降息就顺理成章 就是不用担心 比较不用担心 这个通膨卷土重来这样的问题 然后所以呢 联准会特别谨慎 也给自己预留空间 那么这一次八月 这个台湾时间八月一号 这个利率会议 他不能说很鸽派 但是他起码他排除了九月不降息这件事情 他没有把它排除 他也没有明确的暗示 说九月就一定会降息 更不要说有人还乐观的说会降两码 或者 总而言之 联准会没有给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暗示 但是 鲍尔记者会里面倒是有一些暗示 当然就有降息条件 就是这样 就是说通膨数据要继续放慢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通膨数据放慢之后 联准会有降息空间 是说降息之后 仍然利率比通膨率高两个百分点以上 这样就有紧缩的效果 效力 是这样来 所以以目前最新的核心PC 这个数据来讲 他目前在2.5% 2.6%这个地带 那OK 可以降息 至少降音 OK 就是符合联准会 以货币紧缩来对抗通膨这样的政策立场 而且他也拖了很长的时间来观望 尽量避免太早降息之后 造成的通膨的卷土重来 这是他真正担心的 那么目前就业市场的放慢 包括失业率从原本的3.9%或以下 现在升到4.1% 那还有工资增长率从原来的4.0%以上 比如说4.1% 现在第一次突破4.0% 变成3.9% 那么就业市场有稍微放慢 那失业率4.1% 能然在充分就业的水平附近 谈不上是什么经济衰退 这种美国的失业率4%才是正常 充分就业水平 那之前的话都压到3.4% 3.5% 对不对 那时已经超低了 所以可以说五六十年来 美国失业率没那么低的 那正常情况4%就很高兴 那现在4.1%坦白讲都完全正常 只是说比前一阵子稍微高一点点而已 就这样子 那但是无论如何 他给联准会的信号 就是就业市场有在降温 这个东西对联准会来讲算是个好消息 是这样子 所以总结来说 9月份联准会展开第一次降息的几率非常高 因为目前联准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 重新看到通膨在放慢 那这个之前是横盘 现在已经开始比较有连续性的一些放慢 虽然幅度也不是很大 但是起码让联准会发现它降息之后 仍然保持实质利率有两个百分点或以上 这样的话就继续构成货币紧缩 来争取更多时间来对抗通膨 所以目前看起来 9月份第一次降息的几率非常高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跨国利差就会下降 美元指数就会下跌 然后美国债券的殖利率也会下跌 价格会走高 所以投资美国公债 从现在起看的话 实际会比去年好 去年很多人去年下半年很多人吵着 要买美国债券 没有降息 他们在等着就等降息 也没有降息 今年的话已经到了9月份才降息 所以说去年在那边推销美国公债 作为投资产品的话是太早 很多人买了以后算是套了 那么现在有可能会开始解套 就是说美国的降息终于来 那么降息的结果 短期公债的殖利率 会跟着基准利率来反应 那么长期公债的部分也会开始正常化 就是长端利率会比短端利率来得高 这是正常 目前利率倒挂是不正常 所以不正常的利率倒挂会被消除 这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你有办法去应对长端利率恢复比短端利率高 这种叫做正常化 就是利率倒挂的消退 如果你知道怎么去操作这一点来获利的话 那么你可以大胆赌一把 就是长端利率从利率倒挂会开始逆转 回到比短端利率高的这种正常情况 这是债券 那股市的部分当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热烈欢迎联准会的降息 虽然降息之后还是货币紧缩 但是降息还是不错的 所以美国股市就大涨来回应 这样子 接下来最后一个结论就是 美国股市的大涨会带动台湾股市跟进 这个没有问题 就像晶片产业跟AI产业会带动台湾的供应链一样 还有一个行业 如果川普上来的话 补充说明就是军工产业军事工业的部分 美国会接到很多订单 然后台湾也有一些军事工业的供应链 像无人机 还有一些其他的武器系统的话 台湾有供应链 这个部分也可能会将来看到订单来 那么在最后补充一样就是 如果川普胜选的话 他会支持传统能源 支持页源有页源器 美国的能源供应增加的话 油价会下跌 油价下跌的结果 对于通膨的数据来讲 会往下走 然后通膨的放慢 进一步的放慢 会让联准会 有更多的正当性来降息 这是说如果川普真的能够 让油价跌下来 因为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油价的水平是在40到50美元 现在是80多美元 如果能够让油价降下来的话 那美国通膨数据 还会有进一步的改善空间 那联准会到时候降息的话 就更有正当性 以上 谢谢大家 早休息完了 我回答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